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看的是江泽民去世这整件事情 对于中国内部所带来的影响 96岁的大陆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11月30号去世 官方复告铺天盖地的发送 各个政府机关全面降伴起致哀 但是按照毛泽东时代立下来的传统规矩 葬礼会谢绝外宾 而发出验电的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俄罗斯的总统普钦 他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验电致哀 中国各地反风控的白纸运动 不能说完全平息 因此大批民众在江泽民扬州的旧家外面 自发性的献花致意 而且也形同群聚 据了解北京当局看到这种情况并不乐见 甚至相关的影片都只能在网络上小规模的流传 很多影片的网站把江泽民三个字 或者是长辈这个词都设为禁搜词 就是不让民众在这个timing 借着悼念聚集 而怀念以前的开放时代 担心演变成另外一场六四民运 中国大陆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周三病逝 天安门周四清晨的升旗 降下半旗致哀 包括人民大会堂与外交部等国家机关 甚至是香港政府总部与中联办等政府机构 也全都降下半旗悼念 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就和不扩散议题开会讨论前 全体代表也都起立为江泽民默哀一分钟 中方代表致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的悼念声明 特别点出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十三年间 积极倡导国际参与 推动中国经济大步前进 以及成功加入WPO 都是他任内的标志性成就 古特瑞斯还提到自己在1995到2002年 担任葡萄牙总理期间 曾经与江泽民积极合作 确保澳门主权顺利移交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中国大陆总理李克强发言电 指出江泽民1998年对日本的国事访问 开创中方元首正式访问日本的先河 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向李克强发言电 表达对江泽民离世的最深哀悼 周四将前往中国访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也发推文致哀 而早在1999年担任代理总统时 就曾多次访问中国 并且与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 密切交流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更像好朋友习近平志愿店 形容江泽民是俄罗斯的忠实朋友 对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江泽民的葬礼与已故的英国女王等外国政要不同 依照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 去世以来所见下的惯例 谢绝外宾 仅在香港与澳门中联办 以及驻外使馆等处设置灵堂 供境外人士之一 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内 多名香港与澳门的政界人士 已经在周四下午陆续赴灵堂鞠躬 不少在港人士也在场外献花 他是一位我们都非常尊重 和静佩的一位领导人 第二方面其实我们本身 我们两位都是高中大学的毕业的学生 所以他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学长 官方对江泽民后事的安排 目前还没有任何说法 但在江泽民的扬州旧居外 周三晚间起已有大批民众自发悼念 大量花束沿着墙边牌坊 小卡片上更写满民众心声 然而当前在大陆各城市蔓延的 白纸运动与反风控抗争 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情况下 对于民众自发悼念 当局恐怕并不乐见 尤其是江泽民的去世 让民众更加怀念那个 比现在更自由的年代 其实我心情比较悲痛 就是江总书记那个时代 中国的经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 社会制度也好 还是我们的身边的环境也好 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飞跃 也因此网路上对江泽民去世后的言论管控更为收紧 影片网站甚至把江泽民或者长辈等词设为敏感词禁止搜寻 江泽民的上台把中国大陆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血腥暴力泥沼中拉出 并且推向全球 而他的离世会否成为另一个触发民运的契机 在变化中的中国一切都很难说 TVBS新闻综合报道